接着刚才的讲 那首先人物这个神念我们强化一下 看一下这个塔的话要学一个什么 释放治疗效果加持不需要 公司取有15%的概率出发打击提升伤害不需要 受到普攻伤害时提升自身50%的普攻伤害减免 哇塞 这个看起来很给力 但是它持续15秒特别给力 但是我们的塔站在后排不会直接被打到 就无论是龙啊还是三炮啊 还是有可能被猫打到 但是猫的话已经绝版了 我们如果是猫的话直接就可以约战它 不用管它所以这个不学 虽然这个非常好 这个建议非常好 但是不要学它 然后宁静释放魂灵技能后 可使全场所有的友方单位3秒内提升 60%的技能伤害前面 这个的话其实还好 然后我看一下最下面这个神恩 开始战斗无恙后 激活吸血光环 几方攻击最高的三个单位 获得15%的吸血 持续8秒 哇塞 这就是开场第5到13秒 获得15%的吸血 那岂不是无敌 哇有点无敌 这个神恩一定要要的 所以这个宁静得要学了 哪怕我觉得这个宁静不是特别给力 然后这个龟的话 有两点神经也可以点 然后这个是每受到十次攻击 会免疫下一次攻击 相当于是减伤了 这个的庇护 生命值低35% 提升反尸50%的伤害前面 哇塞 持续4秒钟 我觉得这个庇护好厉害啊 然后这个呢 冰盾 每当魂力值满后 为自身 添加含冰护盾持续2秒 期间攻击自身的敌方目标 会降低15%的攻击 哎呀我觉得这个不错 看一下这个漩涡 收到致命运记 是会升到一个持续5秒的盾 吸收自身攻击成10%的伤害 这个不要 因为我们的龟 一会儿没有 哎等一下 以后再学 以后如果点数很多的话 我们再往下学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冰盾学了 这样我觉得就OK了 然后锻造的话 我们想把这个升级一下 那还是一样的道理 把这个装备卸下 再强化两次武器 足够了 今天我们要做一下这个尝试 就是继续调整一下 我们这个混乱搭配 呃原因是这样子的 就不要提示我们换 那个一星的混合 没有用 呃原因是这个样子的 咱们的这个塔 它有一个七宝神光 我觉得这个七宝神光 虽然 它和这个盾有加成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就是 我觉得另外一个那个东西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加血 我告诉你 这个塔的攻击 大概是100多万 100 160万 加上其他的属性 就其他的攻击力加成 也就 战斗师也就200多万吧 啊 然后这个时候 它塔 直接加了这个血量 是1000多万 1000多万其实是小黑子了 对于我们的第一角色来说 1000多万的这个血量 相当于它2.4亿的这个生命值来说 呃 不值一提 并不能挽救什么 对于这几个角色来说是很关键的 你这样子就能 啊 也不关键 给长字就加 呃 五分之一的血量 那也不是很重要 而且 而且我在比赛的时候发现 这个角色 角色死是一个一个死 它很少出现平均掉血的情况 除非是打这个抖落外转 那你一个一个死的时候 你看像这个塔 它的这个七宝之力 它同时加四个血量 其实不是很明示 我觉得最多有效的就是加两个 然后剩下要不是满血 要不就已经死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七宝神光 这个加血不是很给力 另外 它的这个技能释放 我们昨天也说过了 首先是 呃 这个魂力买了第一次 会释放这个攻击增幅 然后买了第二次 会释放这个七宝神光 呃 如果 它已经急切到 就是说 魂力买了第一次的时候 已经有残血单位的话 它有可能会先放这个七宝神光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呃 我的攻击增幅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很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是在想 我要把这个七宝神光 更换一下 直接把七宝神光 更换成 木炫神明 为什么 木炫神明 给大家看一下 最主要是 能够 把自己最近的两个地方单位 施加这个虚拟标记 加深其受到伤害的 37.5% 我 就是这个伤害 就增加了那么多 你想 这个龙一次 6000亿的输出 就打那个地狱之路 6000亿的输出 然后 直接就是 呃 增加了 增加给1000亿不过分吧 37.5% 增加给1000亿不过分 而 而且还会降低对方的输出 你想 如果两边都是 古剑 然后两边都是近战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特别容易 施加这个虚拟标记 是不是一下子 就增加他受到伤害 降低他的输出 而且 这个是主动技能 不消耗魂力的 这样就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在魂力买的第一次 就立刻 立刻剩下 然后第二个好处就是 他不和这个攻击增幅的 这个魂力 争夺 这个魂力 那 攻击增幅 他第一次会稳稳地放出来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好处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比较激进的做事 一口奶都没有 真的一口奶都没有 这就不是一个 奶人的辅助了 他就是一个异常凶悍的 提供各种加成的辅助 然后我们 可以做一下这个测试吧 我觉得 来我们先把这个 因为这两个都是 一点几万年 差别不大 我们先换一下这个 西宝神光 然后去测试一下 怎么测试 我找到一个 trick 就是一个小技巧 打地狱之路 挑战本关的时候 因为这一关 我已经打到头了 339关 我打不过 我可能打到半路就死了 这个时候 你就挑战上一关 因为上一关是能打过的 我现在是 挑战上一关是能打过的 这个时候我就看一下 我打通这一关 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下一回合 我再把这个 双光流雷碎替换上 啊不是 目眩神明替换上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到时候 诶 肠子呢 肠子在这 我刚没有注意看 他是复制了谁的回还 诶 他刚刚是复制了 这个塔的回还诶 我刚好看到 然后这个时间 注意看一下这个时间 副本的时间 我们这个生命值没有掉 所以这关肯定是能打过的 然后到339关的时候 那个就打不过了 我们这几个角色 算得特别快 呃 好的 这里 刚才 刚才是几秒来着 他是5000 5000亿的输出 我刚 我刚没有注意看 啊 这是 哦 呃 我刚真的没有看 他 剩下几秒 我刚刚在想别的事情 我这个还要再打一遍吗 好烦 这个 这个再打一遍吗 不好意思 这次我们的这个肠子 他复制的就是这个 亏的魂环 挺厉害的 最后还剩18秒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场次的魂环 替换一下 七宝神光 替换成木炫神迷 看一下能不能再 能不能剩个30秒 如果能剩 能够剩个30秒的话 那就效果就太明显 不过了 哇塞 哇塞 现在还是34 33 32 31 30 10 29 28 27 哇 极前了 9秒 极前了9秒 打完了这个BUS 数数当然还是一样的 每次都一样 因为这个怪物的血量 就那么多 好的 这木炫神明感觉有用 我感觉是有用的 我感觉非常有用 哇塞 哇塞 我现在试一下这一关 这一关 339 我应该还是打不过 因为这个怪物的 这个输出太高了 我这个 其他角色站不住 这个是主要问题 不过我觉得 这个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我这个打过了 也不能说明 是我换了这个 木炫神明的功了 因为我今天 把等级升了 然后把这个 这里的这个神念 给升了 然后这个装备也升了 其实 今天 应该能够打过这个339关 也许 也许 也许能打过 这个不是特别重要 好的 然后我们 最后趁着我们这个特训 时间也还在 我们 今天的那个 其实有像很严重的任务 就是要挑战一下 这个紫儿 打他一下吗 就直接切磋一下 这样的切磋 不会扣那个分数 就是我今天 三次已经打完了 但是这个分数 不会扣减 这时候我就可以 随便打他 即便失败了 也没有关系 然后他是60级 40级 40级 然后我 先把这个血量 打掉了一点 诶 等一下 5G角色就死了 我可以退出吗 我的古都罗死的 太快了 这个古都罗死的 太快了 就没有 合成 没有合成的话 这个游戏就没有了意义 不行不行 如果是古都罗太脆的话 那就说 你要怎么样去学习 就说我的阵容 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 我连第一步的这个合体 都没有合成 那这个时候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给我的这个古都罗 增加额外的这个肉度 坦度吧 就是让他能够 熬更长的时间 诶 我古都罗还没有死 还没有死 刚才古都罗 瞬间就死了 这时候我龟没了 哇 我的剑度罗 感觉血量 不断地吸血 再不断地吸血 然后 哇 剑度罗没了 他的输出感 太给力了一点 哇塞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输出 我们的龟先死了 这个输出 差别好大呀 我们只打了 他的三分之一的输出 他打了个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十亿 十二亿的输出 我们打了四亿 然后这个古都罗 打了三亿 哇 古都罗也是 很争气 这么一套入 回环 打了三亿的输出 怎么那么厉害 难道是反弹伤害的吗 哇 太牛了 可惜我们 今天的话 由于这个仙剂没有了 这个回环 其实别人也可以照着我们的血 照着我们感性 所以我们只能在昨天 有这么一个高光的时刻 非常可惜 哎呀 既然还是没有能打过 好的 我们最后 呃 现在再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作战思路 作战思路 其实 我觉得是挺简单的 首先 首先呢 这个 呃 剑多罗负责输出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带一些输出回环 但是 偶尔的要加一个肉回环 甚至多加几个肉回环 也都可以的 因为 他的这个 数值 比如攻击力什么 不够 你可以让古都罗来凑 但是合成这个合体龙的时候 如果这个合体龙扛不住 就完蛋了 然后这个合体龙能能扛住 取决于这个剑多罗的这个 通用魂环 所以你到时候要记得 啊 最好把这个冰淇蟹放在这里 当然以后可能还有这个新的办法了 但是放在这里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啊 然后 剑多罗主要是负责输出 他的这个 魂环 就是那个 这个合体龙的魂环 那剑多罗 不是 这个古都罗的话 就是给剑多罗 堆这个属性的 他有一个生死之交 还有一个古化神龙 两个各自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属性 一个是古化神龙提供的是这种 生命啊 还有其他防御之类的 然后这个生死之交提供的是这个 比如攻击力之类的 我看一下 融合时会吸收 额外的古都罗额外 百分之六十的攻击和技能加成 然后这个魂环 陷阱上去了 他就更厉害一些 哦 对了 还有这个星级 我的这个星级没有人家厉害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一个东西 在现在来说 我们这个 其实每生没有一个这个回收内单 然后升一星 都会很厉害 都会厉害 大概百分之三 百分之二 这样一个点数 所以我们前期 所以我们前期这个回收内单 特别给力 哎 这个可以生下年份 哇塞 这里需要七千年 射魂了 哇塞 需要七千年射魂 来来来 开一个 开一个 我们现在打的这个 嗯 射魂宝箱 可以直接开五千年 所以我们剩下的全都开七千年吧 七千年的魂环比较少有 然后他等级高 最主 最直接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回关年份 比我高很多 加的属性就很夸张 看一下 这个两百射魂 加一万七 还可以 哇塞 这个九 这个七千年射魂 用的也蛮快的 我们还差两级 升到三十级的话 还能再强化一下 求助 加速一下 有限 切磋战报 诶 此而发起的战 当中落败 减了一的积分 我们今天 打不过的话 之后 机会就更渺茫了 因为我们 在做封号突破的时候 今天 额外的加了15%的 攻击力加成 诶 我在紫儿发起的 切磋中获胜 哇 又胜了 哇 还有这样的操作 还有这样的操作 哇 你如果想知道 他的这个战斗力 有多少 就看哪呢 就看 我看一下 那一会儿我再挑战一下 我们还有这个 特训 特训三分钟的话 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用一下 我看一下 神经大陆 贪婪之神 看一下紫儿的战斗力 226 就是2亿2600万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在这儿 能够看到这个挑战者的 这个 这个能力的话 如果你看不到 你在这儿 你没有像是这样 看到他的这个战斗力的话 你其实可以来 神经大陆 然后看一下他打的这个东西 就知道他这个战斗力是多少了 这个是一个很简便的办法 诶 又是西败了 就是胜了一次 就是很难得 哇塞 哇塞 然后我们 神石的话 可以解封了 加了4万9 又加了4万9 好吧 神石就这样 然后我 想再切磋一下 诶 他打了我 那我一会儿去打下这个斧梨 我想 我想看一下我们是怎么赢的 你知道吧 就如果还能赢 那这是我们最后赢他一次了 啊 我的这个龟吓死了 这个 我的龟死了之后 他的这个合体的时间就会更长 你知道吧 诶 哎 刚才 哇 把他杀死了 好厉害 还是有机会战胜他的 挺好 挺好 哇 他这个好肉啊 不错不错 结果 今天还能有幸战胜他 很开心 但是 我们这个次数的话 就积分 加1 然后打这个弗梨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积分 爬上去 我们积分爬上去之后 他应该还会再打我们 应该还会 啊 但是如果他次数用完了 他就不会扣起我们的这个分数 然后 诶 我在他发起的切磋中 又获胜了 哈哈哈哈 不自量力的子儿 诶 刚才在这 不自量力的子儿 挑战轻索排行榜第二名的西游 不幸落败 哇 轻索榜 战报 我们获得1分 又减了1分 然后又获了1分 哇塞 哇塞 好厉害 好厉害 哈哈哈哈 快调魂环啊 我就剩他一手魂环 别的我都剩不过他 哈哈哈哈 我就剩他一手魂环 快调吧 赶快照着我的一模一样的来 肯定就能打赢我 道理就那么简单 至于什么个原理 他可能不清楚啊 哈哈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非常开心 然后今天的战斗里来到 1亿4755万 然后那个 我觉得像吧 诶 看了我的视频 可不可以把魔珠之刺送给我 太难爆了 那个送不了的 这里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如果说 那个送不了的 那可能是说 诶 我不想送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那个没有赠送的选项 这样的话表达的话 意思就会更加的准确 啊 这个 维吉 双印战吗 这个 对啊 我觉得今天能打赢他 啊 好厉害啊 看来他这个学的这个魂关 学的也没有特别厉害 然后看一下他调的魂关怎么样 之前我一次都没有看过啊 真的一次 哇 哇 三 四个 哇 这四个限定全都这样了 三十万年 那么牛啊 不愧是六十级的这个封号 斗罗 我真的觉得封号 大家封号斗罗之后就开始了 就可以开始愉快地玩耍了 哇 这个和和我的 感觉一样 然后这个 主要是看他的古斗罗 古斗罗 自愈时空反转 这个时空反转 我觉得他可以换一换 啊 皮特尔号 生命之种 啊 火焰护盾其实可以扔了 不去一致可以扔了 这不去一致 其实只能加属性 鞋身虎之力不错 这个学的是精髓 这个学的是精髓 如果他之前 这个是学我的话 然后 龙的话 龙 哎 龙其实我不 我不care了 这个 这个永恒之创是一个辅助的 带的东西 给他龙其实 不太好 肠子 他带的大香肠 粉红肠 石身附体 预知镜像 哎呀 那有时候如果我的这个 龟 来一个嘲讽 嘲讽他两次 他就没有办法了 还有一个神圣化身 哎不错不错 好了 我们找回了面子 到时候 耍脸之前 到时候再看一下 这个积分宝 应该没有问题 最后 断造 这里也不用强化了 我们再等等 红色石头 还是不够的 然后最后看一下 这里还需要 二十多分钟 这个魂兽 咱能打 然后世界首领呢 世界首领 只有十八分钟了 哎不错 然后继续 看一下 哦对了 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客户端 打开各种没有声音 弄得我好烦 我删了 所以我把这个客户端删了 然后又重新安装 然后又删又重新安装 它是在 这里 有个这个按钮 就是点了这个 它就静音了 我当时不知道 我当时看了这个 我以为是这里的这个音效 音量没了 然后调也不对 怎么调都不对 结果最后这个可以点 这个按钮可以点 这个太醉了 所以我 我觉得大家可以 学我这套搭配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邮件 切磋 啊 我又获胜了 真的不好意思 然后排行榜第一了 你敢信 啊 真的很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 这个真的没有话说了吧 啊 就是昨天我打赢了 然后别人说是概率性的 但是 他怎么调了一天 魂魂也还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把那个 迷 那个目眩神迷 给换上 立了大功 可能是这样 啊 也可能是我欧皇 欧皇附体 别的 好像就真没有了 今天这一辟 非常的简短 就 我只录了25分钟 我以为 又要录好长时间呢 哇 我最后看一下 这个魂魂 哦对了 背包里有些东西 有没有用 首先我们把这个 黑市 做一下刷新 黑市的话 我要自动购买 一些魂魂 哦 等一下 信号宝箱 自动购买 3000点射魂 射魂其实也可以买 我们现在去 其实挺缺射魂的 不过也还好吧 我们每天都在打那个 嗯 也还好 这个 这个就不要了 就要一个信号宝箱 然后刷新一下 然后把信号宝箱看一下 啊 叫黄手语 差点点了 然后吸败 哎 七色中吸败了 就得扫断一下 我们还有6000的寿魂 6000的寿魂 怎么样处理 呃 首先我想把 那个生下星 我看一下 哦对 今天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起来了 今天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塔的 这个生命之种 到时候也可以升级 它 这边还有一个 两性的生命之种 也需要升级 我现在好需要 这个生命之种啊 啊 这古龙的这个技能 其实无所谓 哦 等一下 我刚刚说错了 这个时空反装我也有 这个时空反装我也有 我也有 它和我的一毛一样 啊 我记错了 然后 然后我们看一个东西 就是 看三阶五魂真身 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是 怎么看三阶五魂真身 就是点这里的 这个五魂信息 之前 我还去专门看那个 我的一阶二阶 但是没有找到三阶在哪 现在我找到了 首先这个 龙的 不是 这是龙的吗 我们先看剑 剑的五魂真身 三阶五魂真身是 释放魂环主动技能时 都会以自身为中心 形成剑阵守护 剑阵守护 啊 释放了主动技能 就会形成一个守护 这个期间 每受到技能伤害 都会回复百分之十二的 最大生命 哇塞 并清除两个 简易效果 同时使攻击者 损失百分之十二的 最大生命 并清除两个 增益效果 守护者 持续五秒 哇塞 只要释放了一个主动技能 然后 接下来五秒钟 就无敌了呀 简直无敌 每受到一个技能伤害 就回复百分之十二的 生命 那比如说我这个 2.4亿的这个生命 它一下子就能回复 差不多三千万的血量 两三千万的血量 哇 只要受到一个技能 哪怕是像是琉璃塔 哇 你琉璃塔来个 来个换制空间 结果 伤害造成了 几十万 然后让别人回到了 几千万的血量 这个太弱了 然后 然后后面 守护持续五秒 守护效果 每场战斗 最多触发三次 哇触发三次 触发三次 已经够了不起了 守护结束后 对周围两个目标 造成300%的技能伤害 并清除其三个增益效果 然后 我们的古斗罗 无闻真身 三千是 当队友受到致死伤害时 给队友释放白骨护甲 持续四秒 当队友受到致死伤害时 给队友释放白骨护甲 持续四秒 不是很懂 免疫本次 免疫这次的致死伤害 并且立刻回复 20%的最大生命 相当于是一次无敌 白骨护甲存在期间 受到伤害降低 75% 对 就是 就死伏伤 然后 回复生命 回复生命以后 然后你能够在四秒之内 给他提供 这个伤害减免 而且提供的幅度很大 75% 这样的话 他就不会 他就很难再死 很难再立刻死 然后自己和队友 每秒回复10%的最大生命 哇塞 只要有一个队友死了 然后自己就开始 只要有个队友接近死亡 自己就开始恢复生命 恢复这个生命 这个也好厉害 不过这个每场战斗最大 最多只触发一次 那只能 第一个角度死亡的时候 触发 那他 还可以 没有那么的变态 然后长字 长字的三节以前 我们都没有看过 几方有单位血量 低于30%的时候 化身 香肠真身 立即为全队队友 附加护盾 护盾只为每个角色 血量上限30% 哇 护盾那么牛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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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牛了 15秒钟 这个护盾相当于是 生命值低于30%的时候 给每个人加了30%的血量 30%的血量呢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这就是香肠 为什么变态的地方 然后护盾消失时 清除自身 所有负面状态 然后回满魂力 恢复 自身50%的最大生命 哇塞 这个香肠还可以 回复 自己的生命吗 还是回复 这个队友的 这个单位 清除自身 所有负面状态 然后回满魂力 然后恢复 最大生命 这是自身的 然后就说 只要有人 血量低于30% 然后这个肠子 立刻加50% 生命 哇这个好变态啊 这个三阶真身 真的是太变态了 然后这个五魂真身 当己方有单位 血量低于30%的时候 化身流离真身 立刻回复 该单位所有生命值 哇塞 哇塞 流离真身 低于30%的时候 回复所有生命值啊 哇那么给力 然后同时在 接下来10秒内 每秒回复 全场友方单位 5%的生命 哇陆陆续续 10秒内 可以回复50%的生命 这个又能回复那么多 太变态了 再看一下这个龟 这个龟的话是 几方角色单次受到伤害 大于其10% 最大生命值的伤害时 大于其10% 最大生命值的 这个伤害 哦 就比如说 我的血量是100点 然后他 打了我10血以上 这样的话就是10%以上 然后激活水 这领域覆盖全场 使所有队友 受到的普攻伤害 降低70% 这感觉就是一个 放大版的那个 皮操肉后知道吧 皮操肉后是 单次伤害大于7% 然后就会触发 那个伤害减免 这次是10% 然后全体队友 受到普攻伤害 降低70% 这个普攻伤害 其实是剑的主流 主流输出 受到的技能 伤害降低30% 技能伤害降低 很一般 同时领域内 所有敌方 降低1% 15的攻击力 和30的攻速 其实6秒 给敌方一个debuff 这里我们 开始一些别的介绍 因为我想起来 一些新的东西 非常重要 首先是魂欢 这里别人说 我怎么和官方的不一样 对我的搭配 就和官方的不一样 因为它有个 那个杀西毕露 杀西毕露特别的变态 不是 人剑 人剑合一特别的变态 它能够眩晕四角色 就是攻击最高 那四个角色 就眩晕三秒钟 是不是很无敌 它只要能放出来 对方就三秒钟 挨打就完事了 你说这个有多牛 要多牛有多牛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 但是剑 它的伤害 不靠这个魂技 你如果以为 像官方推荐的 那个文章里面说 一套是普攻伤害 一套是 这个技能伤害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剑的伤害 90% 都是靠它的 其实80%吧 80%都是靠它的 这个普通攻击 那普通攻击的话 这个 这个 只是由于这个技能 太变态了 它可以眩晕三秒钟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人剑合一选上 那剩下的这三个 其实是为了 能够让它提高 这个普通的输出 这三个就足够了 就是经过取舍之后 的一个最优的搭配 那首先 这个罪行 我们就不说了 它能够 就是形成那个虚影 在 比如平A加上那个技能伤害 超过十次之后 就可以形成虚影 然后虚影就可以开始攻击 而且那个虚影每秒 攻击2.74 就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虚影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这个虚影 是我今天才注意到的 今天这个对出门 血的不是特别好 这个虚影不会一下子出来 它等要打一会儿才会出来 它的这个普通速度好快 应该差不多就要出来 你看这里 这里有人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它有一个人 很回来走过去 就是它有个特效刚才 有个特效 那个是一个龙 在缠绕着那个 但是那个龙缠绕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 有一个蓝色的人影在走 如果你 比如说把这个视频 放慢50% 你到时候就会看到 有一个人影在走 哇 这关能打过 就在这儿 有一个人 你看到 你看到这个人吗 这个不是龙 是人 人在挥舞这个剑 你看 最后有一个蓝色的小尸体 哇 哇 哇 打不过 我的古罗罗死了 只要一个剑的罗罗 是打不过的 这里可以退了 这个无所谓 到时候我下来慢慢打 也许运气好 就打过了呢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 龙 不是 这个剑的伤害 其实是靠平A 不要以为说 什么一套群攻 一套技能 一套 那个普攻 它的输出就是普攻 就这么直白 而且 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想法 然后 等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攻速 它的攻速 一百三 你说 恐怖恐怖 恐怖恐怖 是不是特别 特别厉害 这个时候 它如果给一个 那个 魂关我记不得名字了 我 看一下 是这个 这个极风链机 每五次攻击的 下一次攻击 对目标提升伤害 至1.5倍 我觉得这个 对于它的加强 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以后 就是有一个方向 就是我只能说方向 我没有试 你到时候可以试一试 就是把这个魂关 剑的魂关里面 罗刹换身可以扔了 这个罗刹可以扔了 我觉得 甚至这个魔晶王 也不一定是必要的 就是我在 我是在想啊 到时候 这个魔晶王 它造成的这个输出是多少 还是要试的 你到时候 比如说把魔晶王 给这个 古龙 那这样的话 魔晶王 其实就发挥不出 什么伤害 对不对 那你就相当于是 把这个魔晶王卸了 然后你再把这个 古龙的 这个 携身武之力 给到这个剑上面 然后再试一试 也许 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就是你到时候 不靠这个技能 你就靠普攻 然后把这个罗刹卸了 然后换一个 那个 疾风链机 然后 它不靠这个技能 就是 它本身带一点 肉回环 然后额外的 加这个攻击力 然后加这个 攻速 然后加这个 攻速增加的 那个伤害 就足够了 然后它在 差不多 战斗开始 五秒之后 发挥出 特别特别 恐怖的 这个实力 因为它 A到一定次数之后 这个薰影就出来了 然后加上 这个一伤 也对 也对底上去 就非常了不起 然后这个 万锦龟龙也特别的厉害 真的特别的厉害 简直就是审计 它主要就是 靠一个剑影随行 一个 杀西毕落 这两个 就是它的那个 普攻的基础 别的都无所谓 然后 你到时候可以试着 说是能不能把 这个罗刹给替换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罗刹 提供的伤害 虽然技能提高 247% 看起来很高 但不是说你技能伤害 最终伤害提高那么多 而是你可能已经加了 有一个500%的加成 然后额外再加 247% 机中伤害可能 技能的输出 就增加30%的输出 但是如果 你要知道 我搭成都是那个 普攻 伤害 那这时候我把这个 换成疾风连击 它就会更加的厉害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怒火中伤 圣灵之力 这些都不要换 加工激励的 你就横着 摆这就可以了 然后魔晶王之怒 一般都是要的 这个其实 换下去 其实也不太明智 我觉得可以换的 就是这个罗刹 当然这个兵 兵利歇的话 也许可以换 它的话就是 挨打 挨打的时候 这个反抗能力很强 你作为一个龙 然后很可能是 其他的三个角色都死了 然后就剩一个合体龙 这时候别人就疯狂的打你 打你的时候 它就有到 有一个这样的压制 可以把对方 做一个反杀 就是靠近一个 可以起到一个 非常强的功效 那这个 搭配就说完了 古多罗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这个皮刀之后 还是要看 因为我这个古多罗 刚才也有一把 就是死得很快 对不对 死得很快的时候 这个皮刀之后 咱就给它替换一下 把 就不是 咱就不要动它 就不要替换 你就把它留着 甚至要更 考虑一些别的方式 增加它的坦度 但考虑到我们的携身虎 携身虎本身有这个减伤的 它这个能够提高 这个百分之二百的 这个技能减 不是 百分之八十千刃 我看一下 同时是正在攻击子的敌人 被削弱 造成的所有伤害 降低百分之二十 攻速下降百分之三十 这个就很牛 这个行程虎就很牛 所以 所以你这个 如果给了古龙 它也算一个肉魂环 加上本身 它还能吸收别人的血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 我认为已经是一套很肉 而且也有这个输出的这么一套体系 而且我最后考虑 如果我这个星际高了 那我还会把这个钢铁壁垒 换成一个 怒火中烧 这样子 然后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 可能之前没有注意看的 我之前是怎么样搭配的 我之前搭配的样子 我给大家放出来 看一下 来 之前搭配 大家做一下截屏 然后回去慢慢理解 我就不细讲了 因为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然后古龙说完了 其实之前已经说过一下 它就是 把这个 自己变成一股能量 注入这个剑斗罗 从而使剑斗罗变得更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之前我有说到那个 攻击力 我的这个攻击力是714万 对不对 已经很高了 然后剑斗罗是200万 200万之后 它能大概转移 120万的这个攻击力 甚至说 我的这个 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圣灵之力 加上那个怒火中烧 我一下子 我有可能突破这个 300万的攻击力 然后300万乘以60% 就是转发 转发于180万的这个攻击力 给到我们的剑斗罗 这样就会厉害很多 180万的攻击力 很强很强 你知道有多强吗 你看一下 排行榜第一的大佬 它的这个攻击力 就只有1200万 也不是很厉害 知道吗 哎 目眩神明 恭喜鬼子儿 将目眩神明提到了两期 这个学得很快 你看 这个就是学得很快 那落后 落后的话 就要学会进步 学会抄袭 对不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 我们骨斗罗 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下面讲一下 这个长字 长字有一些 很 很牛的 很厉害的理解 今天刷新了我 对于 对于这个长字的理解 就是这个唐三镜像 唐三镜像 它的这个技能伤害和减伤 呃 其实说的意思是 技能伤害提高 225% 技能减伤 提高225% 技能减伤 对于它来说 也比较有用 因为 呃 很害怕就是说 对面放一个 AOE技能 结果后排就死了 这个长字死了 这样就很麻烦 所以 你这个 呃 你这个 你这个唐三镜像 有一个这个 225的技能减伤 也挺重要的 不过 225的技能减伤 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香肠这里 香肠这里的这个蘑菇肠 呃 其实它是飞行蘑菇肠 所以我也会叫它飞行肠 这个飞行肠的话 它会增加5角色的技能减伤 百分之一千九百五十 平均到每个角色的话 差不多是百分之四百 三百九吧 这个就是给每个角色增加 三百九的这个技能减伤 它就很厉害 所以 所以它的这个 你不要以为它 呃 这个 对于小 呃 对于平民玩家 对于平民玩家来说 这个百分之二十五非常厉害 但是对于我来说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厉害 你懂吧 而这个唐三镜像 最厉害的 还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 它能够和荔枝镜像 呃 做一个融合 融合之后变成 呃 比如说变成我们的这个龟 这样的话 它就能做一个嘲讽 然后 然后 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是说 唐三镜像 它能够 有 呃 有一个什么 荔枝 荔枝镜像 我看一下 使用荔枝镜像长 召唤 呃 修罗神唐三 然后这个能够使 呃 目标在三秒内 防御降低85% 且无法恢复魂力 就这一小句话 非常的厉害 这就使得它 能够 降低 对方的防御 就相当于 让对方变得不那么肉 然后这个时候 你这个龙的输出 就是 古的呃 古剑的这个输出 就会非常的 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也有一个 辅助的效果在里面 这个是我之前 没有注意到的 然后 关于 龟的一个 关于这个 荔枝镜像的一个思考 我对于荔枝镜像 我觉得它是挺厉害的 因为 在我现在的环节 我现在的这个战场当中 它都能复制到这个龟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我害怕 在以后的战斗当中 出现一个 呃 意外 就是 我们之前不是说 呃 这个回环搭配里面 我打算 做一个这个 稍等一下 就是在 玄武血脉 等到我 这个 有一个转攻为首 心机比较高的时候 我把这个玄武血脉 给置换了 这样的话 它差不多一进场 它的攻击力 就变成零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肠子 就 就 呃 它会复制这个 攻击力最高的一个角色 它可能 很可能就复制这个 古豆罗 古豆罗 单独一个古豆罗 没有用的你知道吧 然后复制一个这个 琉璃塔 那更没有用了 啊 不 复制一个琉璃塔 还有点用 复制一个古豆罗 就没有用 然后我们的这个 龟的话 所以我是 现在是在考虑 如果我要 呃 我要玩的话 我就尽可能保证 这个龟的 这个战斗力 至少要比这个塔 要高 这个是 现在是这样的 然后古豆罗 它的这个 呃 不是 攻击力 说错了 是攻击力要比他高 然后古豆罗这个攻击力是200万 它是 龟的话是214万 所以我们之后可能是 呃 如果 它的战斗力 没有这个古豆罗高的话 我要把这个装备卸下 然后给这个龟放上去 你知道吧 然后这个强化可能之后 也要 主动去强化这个龟的这个攻击力 呃 额外的话 我想想 大家就是 这个思路是在这里的 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复制 是因为 我为什么要这个立直镜像 是因为我能够复制这个龟 如果我不能复制这个龟 我不一定会使用这个立直镜像的 所以 呃 那你 当然立直镜像还有刚才那个和这个 唐三镜像和一起 可以交换这个修罗神唐三 这两个能够有这个辅助的效果 这个也算一个亮点吧 但是如果它不能 变成那个龟的话 不能使出这个玄武置换 我觉得它就没有那么大的用处 那我能使出来 如果你使用的时候 你使用不出来 你就去找问题 所在 比如说你的这个 攻击力 会不会说是这个龟的攻击力不够高 因为你可能放到第五角色 然后攻击力就不是特别高 然后结果你就变了一个这个 琉璃塔出来 刚才我好像有一把就是 变了一个琉璃塔出来 我刚刚看到这个肠子手上有个琉璃塔 然后过了一会儿又变成这个香肠 所以它是复制了一个这个琉璃塔 呃 那大叔大家就是要多去观察 思路反正是这样子的 然后怎么样搭配就 就就差不多 然后剩下的除了海神祝福和这个 有皇之创 然后剩下的就让它肉起来 尽可能让它多付出一会儿 呃 然后额外的这个塔 说一个东西 就是大佬 有一个大佬 B站的有个观众留言 这个B站最近的这个留言 留言很多 我都看不过来 然后有一个人的留言 我看了 我和他有一些互动 他说这个患者空间 他是对角色造 呃就是他 我们要这个患者空间 不是要他造成这个伤害的 我们要他是 为了能够尽可能快的 把这个 呃 魂力 提供给另外的随机的两个角色 就是天赋里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魂力分流 是患者空间 对目标造成伤害时 提升随机的两名队友 100%的魂力 但这里有个前提是造成伤害 非常重要 但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存在的一个情况就是 没有造成伤害 那什么情况下会没有造成伤害呢 就是比如说有这样的天使守护 他会增加成护盾 或者是 这个肠子他带了一个预知镜像 或者比如说 我们刚才不是看到那个肠子 三件真身 他在血量残的话 还会给队友提供一个 生命值高达 绝色生命值30%的一个护盾 持续5秒 在这样的护盾情况下 这个肠子如果释放了这个患者空间 他就不能够产生 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 历史 魂力分流的那个东西 不过我想了一下 也不太对 也不太对 这个患者空间应该是 能够一直发挥出作用的 他 他不会怕那个盾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天使守护 他是套一个很短赛的盾 大概是持续两秒钟 两三秒 然后两三秒范围之内 我PVP造成伤害的时候 我PVP战斗的时候 我的这个两边都会有那个 二名 会把这个魂力槽清空 然后魂力槽重新开始积累 这个时候 这个塔的魂力 由于我们塔有雷霆万轻 所以他会攒得很快 然后攒得很快的话 他很快就能把这个患者空间释放出来 在其他角色 他还 在除了剑斗罗以外 因为剑斗罗也有一个雷霆万轻 而且星际还更高 在其他 在剑斗罗以外的其他角色 还没有会释放出魂力的时候 这个 琉璃塔 他的魂力就会先满 因为我们放了雷霆万轻在这里嘛 所以他的魂力会先满 这个时候 他就能够 提供 能够起到作用 所以那个人的担心 其实是多余的 就是那个人 他说他是一个老玩家 然后他在游戏后期发现 这个 患者空间 可能打不出伤害 经常会被这个盾给挡掉 但是现在我觉得 经过刚才的分析 经过这个 释放顺利的分析来说 患者空间是没有问题的 我一直都会要这个患者空间 然后龟的话就不说了吧 就是让他肉 去完事了 他没有什么 太多可以说到的 然后就是 然后原先还有一个流派 就是输出的龟 龟的输出也挺给力 但早就不行了 不自量力的子儿挑战 七艘排行榜第二名的西游 不幸落败 啊 又败了 干嘛呀 好烦的 我觉得 就差不多这样吧 我不一定要当这个第一名 因为我挑战他一次会减两分 他挑战我一次就减一分 这样多不好啊 我觉得我就先稳稳地占据 这个第二名好吧 然后 邮件 切除网站报 哎 加了一分 也减了一分 减了两分 啊 输了两次 赢了一次 还挺有面子的 哎 又赢了 你又打我 哦 真的不好意思 大佬别打我啊 大佬 又开始 配魂魂了 算了 后面这句话就不说了 我说明天可以来看看我的一个视频 算了 这个太招讽人了 这个还是不要说 不要说比较好 然后这个特训我是觉得有点贵 然后今天最后一次 20块钱的 我大概是在 11点55的时候使用一下 到时候去打这个子儿 现在我就没有这个特训了 所以我打不过他更正常了 然后等到我加上一个特训 跟他打 有20%的这个输出的加成 其实胜率会高一些的 他到时候就不敢随便打我了 OK 然后又是23分 他24 好吧 今天就这样了 我觉得我真的挺感谢这个大佬的 如果不是这个大佬 我不会做出那么精彩的视频 所以我觉得 由此可以嘴里出一个结论 就是大家 那大家 也可以感谢感谢他嘛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一下这个大佬吧 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 没想到这一批又讲了 那么多 好的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 明天 明天 明天不见 明天不见 可能是周六或者周日再见了 然后 魂欢差不多大会就在这 大家 最后给大家一句话 这里我好像又被打败了 其实无所谓 他高我八千万的这个战斗力 还打我打那么困难 真的说不过去 最后一句话 我打下这个世界兽灵啊 最后一句话 诶 等一下 等着 交往手艺先用一下 不是 等一下 这个白虎星马先用一下 然后 然后还有啥 这个先卖了 出售 然后这个 卢刹神士也不要了 珍惜道具 确定出售吗 确定 把去面清控一下 最后一句话很关键 诶 等一下 这个魔晶 还可以升级一下机 然后这个使用一下 2.5倍经验有那么多 然后 两倍经验用一下 之后 诶 还可以合称一下 哇塞 还没有玩 还没有玩 观众朋友们 来 海贼魔晶 合称340个 好的 我觉得差不多 嗯 然后另外 然后另外 我觉得 这里 既然是我的 我写的 我觉得这个 其实可以删了 这个转功为首 如果 放到龟这里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龟一进场 它 攻击力就没了 那这场 还复制个毛线啊 我就是要 这场子复制 它的玄武之换 所以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这里 琉琳塔 琉琳塔的这个 起爆神光 我就不要了 圣光的雷损 是1200容易的 好的 嗯 那就这样吧 然后大家 到时候可以 再做一下尝试 然后 我觉得那个想法 其实挺棒的 就是那个 几封联机 然后给我们的 剑斗罗 应该输出 还能提升 一个档次 这是我的想法 嗯 然后我们 还能再强化一下 好像 还没有玩 还没有玩 这个角色 还能再强化一下 我先给这个龟 强化一下吧 没有 没有废物的武魂 只有废物的魂石 好 容易商店 兑换一次 要一个一魂魔石吗 还是 要一个 升光雷碎 要一个一魂魔石吧 以后我会拍照 用船的 好的 哎呀 那句话 我终于可以交代出来了 啊 疲劳值一买 等一下 我最后再看一下 这个交往手鱼 我要使用一下 哎 通用 通用之外保住身 不要管他 哦 这里 哦 我们这个还没有用完 那句话还得要再等一下 然后这个VIP简单 又可以获得710万的魂币 不错不错 然后这里的这个装备 包括这个史莱克护兄 全都放到仓库面去 好的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要做的 有始有终 把各种事情做的 滴水不漏才行 然后这个 受魂选择宝伤 我们 我们选择个啥 我们只能给 这几个魂魂 做一下升级了 它需要一些 比如300年受魂啊 700年受魂啊 好多都需要300年受魂 哇 还有好多需要100年受魂的 来来 要1000个300年受魂 然后 600个 100年受魂 剩下的就 500年受魂 然后这里也拆了吧 对不对 少一点 少一点 我们先把后面的 搞1500个3000年受魂 然后 1200个 700 千年受魂 然后1000 1200个 700年受魂 啊 千年受魂 700年受魂 7000 实际上 哇 我觉得这个 升了太多 它的攻击力就上去了 不过这个攻击力加了不多 就加了几千 OK 就升到了9万年 如果要加 我肯定优先是加这个的 因为这个加完之后 他的这个 古兜罗属性加了之后 能够到剑兜罗那里去 作为合体龙的属性存在 就会非常给力 我看一下前面的这里 还有没有 没有到九万年回魂的 诶 就只剩一些千年双魂 那挺好的 我要千个千年双魂 再要五百个 三千年双魂 哇 又是西白又是获胜 哇真的五五开耶 败 胜败 胜败 胜胜败 胜败 胜 哇 要不要那么无聊 我觉得发盖在群里吧 大佬好无聊啊 大佬真的太无聊了 还是强化魂魂有意思 其实这个大佬可以问我的 我可以教他 我愿意教他 如果他问我 然后最后把 这几个升一下 好的 感觉彻底升完了啊 来 最后 领取一下邮件 哎 切磋战报 刚刚都看了 好的 我自己打这个 谢谢首领 就不给你们看了 我最后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就是 学我者生 伺我者死 就是你要学 而不是要伺 你要学到我 为什么要配置这样的魂环 而不是说 要和我这个搞一模一样的 每个人不一样 他有的强有的弱 比如说有的 有不同的肠子 有不同的装备 有的 有的人 他的这个活还年份不一样 他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一样 你不能说 哎 为什么我换上了这样一套 我就打不过人家了 我现在能打过 现在就打不过人家了 你要找到 我的这个 顺着我的这个思路去做 你就之后肯定能战胜人家 你不要 你不要说是 哎 换上这个就一定无敌 不是的 这个就叫做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你如果只学一个皮毛 是没有用的 这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 再强调一下 这游戏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自己去琢磨 顺着自己的思路去琢磨 不是说 不是只有永恒的一套 说这个就是最强的 而是说 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然后 查阙不漏 该怎么样去补短 该怎么样去弥补自己的这个短处 就是弥补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你的心急 可能心急不够也是个问题 也许你之前不够肉 你心急上去之后 你就够肉了 对不对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 我角色的一个处境 就是我的第一角色 他 魂环心急非常高 剩下的几个角色 魂环心急全都是三星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能阶段不一样 那我 比如说我的这个 我经常容易死 我就先 我现在这个阶段 经常容易死 我的古都罗经常容易死 所以我给他额外加一个 这个钢铁壁垒 否则的话 如果我古都罗的这个心急 和我的剑弄罗的心急一样高 那我不要这个钢铁壁垒 我就直接换这个 弄火中烧了 大家懂了吧 记住 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感谢观看